41. 澳門日報 向麥肯石精英學工作術 2015年7月26日閱讀時間 C.03. 鄧偉強麥肯石精英最重視的39個工作習慣作者 大晶豪 出版社 天下雜誌出版日期 2015年3月曾經有財經雜誌形容 全世界最優秀的高財生會選擇哈佛商學院 而哈佛商學院中最頂尖的畢業生的首要選擇 不是投資銀行 而是全球最佳的企館顧問公司麥肯石 麥肯石被譽為全球產官學名人的母校 據統計 全球200大企業當中超過70%都是麥肯石的客戶 麥肯石的精英新人活有所謂的麥月期 在麥肯石的世界 員工隨時被要求迅速搞動一個全然麥生的領域 隨時要與年長數十歲的高階主管客戶對話 讀者們肯定很好奇 究竟麥肯石有哪些無人的工作缺效呢? 本書作者根據自己多年在麥肯石等企館顧問公司的從業經驗 歸納出麥肯石精英的39項重要習慣 每名麥肯石員工都是解決問題的專家 他們強調每次遇到問題時 要回歸問題的根本 即靈想法 並且要立足於最高點 以負陷的角度思考自己的觀點 以及對方或其他角度的觀點 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負責的一項餐飲業專案 作者在進行大量的資料收集後 仍然未能分析基於同樣理念出發的競爭對手的成功原因 於是他就到競爭對手的店舖進行實地考察 意外地發現許多女性顧客到這家店舖的理由是 廁所乾淨清爽 所以說 麥肯石精英運用的靈想法 是養成高效解決問題能力的方法 如果誤判了問題所在 就算花費更多的精力 收集更多的資料 也是徒勞無功的 其次 在工作職場中不能欠缺的 是與上級的良好互動和溝通 不同類型的上級 互動的方式也有不同 麥肯石告訴我們 感性型上司不止看工作結果 也重視過程 工作上不妨提出可讓對方產生正面情感的話題 對於與邏輯型上司的互動 沒有必要閒話加上 但要率先明確談話的主題和結論 並多採用於這樣做可以嗎? 我有沒有遺留的地方等話語 此外 麥肯石精英十分鐘是在三十秒內說明三個重點的訓練 要讓上級迅速掌握現狀和給予意見 他們必須讓承報 聯 相的習慣 先報告事情的事實 然後再根據數字的事實解讀現況 最後才提出屬於自己的意見 這樣可以讓雙方更多集中討論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從上述內容 相信讀者已經發現麥肯石原公真是精英中的精英 三十九行習慣的養成 肯定有助於讀者在職場中的發展 正如作者所說 把自己當成紅酒般釀製 相信入此不久 我們掌握品質和速度的思考力就能逐漸成熟 同心就在職場中已经表示了 在職場中是Cy保安 我可以支援 我所在建議 如果 scoot